欢迎来到我们的中国股市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刘英子 今天 我们有几个重点新闻要分享给大家 首先 上海的优质办公楼正面临供应过剩的挑战 空置率达到近20年的最高点 这对于房地产市场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其次 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宣布将允许福建省居民恢复前往台湾的旅游 这在两岸关系的背景下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动向 最后 我们注意到 中国从亚洲邻国的进口有所减少 这反映出亚洲与中国的贸易关系正在发生变化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近期的亚洲经济动态中 几个引人注目的变化正在塑造地区的商业与旅游格局 从上海的办公楼空置率触及近20年来的高点 到中国对台湾旅游限制的松绑 再到中国与其亚洲邻国间的贸易关系发生变化 这些事件共同描绘了一个复杂但充满机遇的画面 据日经亚洲报道 上海的一线办公建筑正面临供应过剩的挑战 空置率在第一季度达到20年来的最高点 具体来说 一级办公楼的空置率 从上一季度上升了1.1个百分点 达到了20.9% 这一现象的背后是供需失衡的问题 上海的办公空间近吸纳量 从2015年第四季度下降了9.86% 与2015年第一季度相比下降了37.49% 同时 办公楼的月租金也出现了下滑 环比下降了0.7% 至每平方米266元人民币约41美元 在旅游领域 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宣布将解除 对福建省居民赴台湾旅游的限制 这一决定是在台湾总统当选人赖清德 即将就职之际做出的 中国是其为分裂分子 此次开放的旅游 首先将允许赴台湾的马祖岛 一旦福建平坛与台湾主岛之间的渡轮服务恢复 团体旅游也将随之重启 值得注意的是 中国自2019年起对台湾实施了个人旅游限制 在贸易方面 日经亚洲的报道指出 亚洲与中国的贸易关系正在发生变化 亚洲经济体对中国的出口减少 而从中国的进口增加 亚洲对中国的出口份额在2月份下降到17.9% 与2021年4月的22%的峰值相比 这是至少20年来的最大降幅 对中国出口的下降归因于供应链多元化 以及中国国内需求的减弱 与此同时 中国正将更多的出口转向其他亚洲国家 并寻求向亚洲 非洲以及前苏联国家的新市场拓展 这些变化反映了亚洲地区 在经济 旅游和贸易领域的动态调整 上海的办公楼空置率上升 皆是了城市发展和房地产市场面临的挑战 而中国对台湾旅游限制的放宽 可能预示着两岸关系的新动向 同时 亚洲国家与中国的贸易变化 则凸显了全球供应链的重组 以及区域经济合作的新机遇 这些事件共同构成了亚洲经济未来发展的关键因素 值得各界密切关注 在亚太地区 尽管面临着高通胀和借贷成本的挑战 机构投资者对私募资产的热情却丝毫未减 根据金融服务公司State Street的一项调查 南华早报报道称 有58%的投资者预计通胀将会上升 而65%的人认为 高昂的借贷成本可能会对杠杆私募市场投资构成挑战 然而 令人惊讶的是 有78%的受访者表示 他们计划增加对私募债务的配置 不仅如此 房地产投资也被视为一个吸引人的选择 有64%的人表示 他们预计将增加在该领域的持有量 在另一方面 日经亚洲报道 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近日突然访问中国 目的是讨论全自动驾驶 FSD软件的推出 以及获准将数据转移到海外的许可 马斯克希望获得批准 将中国的数据传输到国外 以进一步培训自动驾驶技术 目前 根据中国的规定 特斯拉自今年年初以来 已将所有数据储存在中国 在房地产市场方面 南华早报又报道了成都市的最新动态 位于中国西南部的成都市 推出了一系列支持其房地产市场的措施 包括取消对购房者的限制 和为开发商的资金需求提供支持 该市旨在稳定其房地产市场 将其视为今年的首要任务 成都计划在房产供应过剩的地区减少土地供应 并鼓励将非住宅房产转化为低租金住房 这一举措跟随了北京 上海等其他一线城市实施的类似措施 旨在促进其房产市场 这些报道集中反映了亚太地区 在经济和技术发展方面的最新动态 从机构投资者对私募资产的持续关注 到特斯拉对中国市场的深入布局 再到成都等城市对房地产市场的支持措施 这些事件共同描绘了一个 充满挑战与机遇的经济景象 无论是面对高通胀和借款成本的不利环境 还是在技术创新和市场调整中寻找增长点 亚太地区的企业和政府都展示了他们 在不确定性中前行的决心和策略 在全球供应链的重新布局中 中国的稀土矿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根据日经亚洲的报道 即便中国政府不遗余力地保护这一关键行业 中国稀土矿商和精炼商的收入和利润却在下滑 以中国稀土资源、科技为力 这家国有企业的年收入在2023年下降了5.4% 至39.8亿元人民币约5.5亿美元 净利润更是暴跌45.7% 至4.1767亿元人民币 该公司表示 稀土行业正在经历一个 以全球范围内的加速整合和结构调整位特征的根本阶段 这导致了价格下跌 侵蚀了其收益 这种情况在中国整个行业中普遍存在 其他企业也在加强自身的生产能力 与此同时 另一个行业的发展则展示了一种全新的趋势 根据南华早报的报道 奥地利水晶制造商施华洛士奇 在中国推出了其创造钻石系列 这一系列产品由实验室培育的钻石组成 售价范围从3000元人民币 约414美元到95000元人民币 施华洛士奇表示 这一系列产品比天然钻石提供了更好的价格 并且这些石头是使用可在生能源和回收金属制成的 施华洛士奇在中国拥有227家门店 公司认为中国的文化影响力使其成为一个重要市场 这两个故事展示了中国市场在全球经济中的双重角色 一方面作为稀土元素的主要生产国 中国正在努力应对国际供应链的变化和竞争压力 这些变化和压力正迫使其稀土行业进行深刻的结构调整 另一方面随着创新技术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兴起 中国市场也成为了新兴产品 如实验室培育钻石的重要目的地 施华洛士奇在中国推出的创造钻石系列不仅体现了技术进步和对环境责任的关注 也反映了中国消费者对于创新和可持续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 这种需求的增长以及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关键地位 共同塑造了一个充满挑战与机遇的商业环境 无论是面临收入和利润下滑的稀土行业 还是在探索新市场机会的创新企业 都需要不断适应这一变化中的环境 以保持竞争力 中国市场的动态变化 无疑将继续吸引全球企业的关注 并推动产业的持续创新和发展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互坎视频 您在世界迷逃 看了 而是 核心